韓市長 韓市長 韓市長是不是要汽車跑猴啊 是不是要跟 就是汽車跑猴啊 是不是要跟 到立法院長嗎 你會覺得說可以帶起來你的氣勢嗎 你會覺得說可以帶起來你的氣勢嗎 還有可能猴還可以嗎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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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相信有韓市長在 不管是做什麼職位 都會給我們很多支持者很大的信心跟鼓勵 我想現在我們這個黨需要很多的勇氣往前衝 所以我相信韓市長一定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的勇氣 一起大家努力 韓市長在第一位是不是要做好這個氣科保護的準備 你們這樣子做 呃 我想我們並沒有這樣的算計 沒有這樣的這種 我們唯一就是希望能夠 呃 爭取更多我們支持者 甚至過去一些呃 呃 流失的支持者都回來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意義非常重大 我想我們並沒有打算 把其他在野黨的這個的情形 把他考慮進來 這個不是我們的我們當初的想法 你什麼時候 柯文傑說要讓六趴會不會覺得他爽 嗯 我們從來沒有講到讓六趴這個事情 這個我想現在 學了很多學者專家的這個出來的澄清 就根本沒有只讓六趴這個事情 完全沒有 那完全是按照民調的樣本 他不同的樣本 有不同的誤殺的範圍 主要我們當初講的是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柯主席 能夠以天下蒼生為念 這個台灣未來是否 可以安定環遊 我們是否真正可以改變這個國家 讓這個國家 呃 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其實現在都在他的意念之間 但怎麼看民進黨批評 就是國民黨這份部分去的民黨 很多是黑金特批 嗯 我不太確定這個民進黨對這個黑金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他們常常充滿了雙重的標準 這個全台灣最大的黑道 感覺上就是 這些光電集團的這個打手 這些人好像應該跟執政黨比較多 跟國民黨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有人解讀吧 韓國瑜的部分 確實幫助了買雙包圈 如果選得好不好 如果選得好不好 韓國瑜也不可能來卡黨魁的位置 呃 你等下黨魁的事情 你可能要請叫做朱主席 我是沒有聽說有這樣的計畫 那韓國瑜是什麼時候同意 有在什麼時候詢問他 我也是看報紙上報導說是這兩天 其他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有跟黨中央說什麼嗎 我不知道 你要問一下杜主席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